雨田撞击到底是谁的错 调查人员开始找日航的机组员问话财政 不过航管通联记录公开之后 矛头指向海保机长 听错指令的可能性比较大 误床跑道可能是多重原因 新市镇也曝光 雨田机场跑道跟滑行道交界的地面上 有停止线灯 绿灯的时候准许进入跑道 红灯时跑道进空禁止进入 只是事发的C5滑行道停止线灯 去年12月27号就故障至今 海保机长可能在沟通误会下 又没有视觉辅助 误闯停留跑道长达40秒 接着遭到降落的日航撞上 当下日航全员迅速疏散幸存 关键原因就是空服员 在跟驾驶舱通讯中断下 没有机长指示就自行决定开启后排 唯一没有失火的舱门 解救了后排乘客 而事发后日航也向旅客提供 慰问金跟行李赔偿金 据传约台币4.3万 连两只没有救出的托运宠物 也会赔偿 但是机灵两年多的A350 烧毁报废 本来要逐步取代波音777 不含资产光是营运损失 就高达台币32.5亿 TV生送不到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